這是一個相對的距離感 並不是說我們放上一張照片 它看起來就是實際上肉眼所見 這個部分要跟大家就是一清一下下一張 所以我們有第一個想法是 我們希望依照上一次的文資大會的決議 就直接邀請委員去獻看 這是一個30億元的案子 我們希望說委員可以直接去現場 了解一下說實際上的一個視覺衝擊 大概會是怎麼樣 下一張 那另外一個是大家其實都在談說 文資跟國防這魚與熊掌到底能不能兼得 那我們想要討論一下說到底是誰 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下一張 剛剛已經很清楚的提到保存管理原則裡面 有講到說軍事設施資新增改建 要提交相關計畫內容進行審議 我們第一次的審議是在上個月去年的12月 可是這個保存管理原則在105年8月的時候就出來了 那時候我已經聽說軍方有相關的規劃 到了去年的7月 軍方舉辦了一個很大的動土典禮 連院長都來了 那時候設計的模擬圖就跟剛剛大家看到的一樣 已經提供給媒體了 然後接下來軍方就開始拆除既有的建物 拆了半年終於第一次文資審議 軍方說內部已經沒有辦公空間可以用了 所以文化群是不是趕快通過 那如果說 其實按照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拆除跟興建是整體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按照這個保存管理原則 他在還沒有進行審議之前可以拆掉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那現在台科大師是不是也可以先把換名詩存拆除 然後再來提送審議 那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文化景觀 還有需要定保存管理原則嗎 審議其實魚與熊掌不是不可以兼得 現在已經見在選上不得不發了 那怎麼可能還有時間去做整體的一個調整跟考量 好 我們看下一張 我想提醒一下文化局跟軍方 如果說這邊沒有文化景觀身份 的確是依照文資法15條 公有建物只要超過50年要進行文化資產評估 沒有的話就直接拆掉沒有關係 可是這邊文化景觀身份 根據文資法第62條 你就是要按照保存及管理原則的流行規則來走 所以你不只要遵守這一條 你也要遵守這一條 居邦他有提報這個公有建築50年 那為什麼他在還沒有 今天到現在我們都還在討論 他內部的建築物已經拆了8成 這件事情合理嗎 那我們要怎麼去討論 尤雲雄長要監督的這個方案 好 下一張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一個國家的重大建設 這是蔡英文總統的老舊允許改建的一個示範案 我們希望說今天在程序上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疏失 在遇到這樣子的疏失 其實我們文化局不是讓他加速通過 而是應該要痛病思痛 然後要去亡羊補牢 去開始去想說 是不是軍方可以 我覺得第一個是軍方他在 因為現在審查還沒通過 他一定要立即停工 然後第二個是各位委員要堅持住 就是要去給軍方一個足夠的時間 去做設計上的調整 因為剛剛其實很多的調整 跟上一次本來的內容是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關鍵 今天軍方一直在強調說 這邊有國防需求 所以是有國防機密 那假設這樣子的話 其實文資委員就不需要討論了 也不會有什麼孕育雄長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文化局去召集 獨立的國防專家 來協助文資委員進行審查 好 最後了 下一頁 OK 所以現在還剩幾分鐘 已經到了嗎 5分鐘 好 那到最後一頁 把我們的訴求稍微 就是講一下就好了 其實我們希望說現在可以立即停工 好 然後可以調整設計 然後找國防專家來協助審查 然後邀請委員進行先談 謝謝 接下來是那個陳其發言 第一位張忠平先生 三分鐘 請掌握時間 謝謝 我是在這個當地的一個初步 那當然我在這個地方的初步的時候 我本身就是屬於是這個 幻民青春裡面給分子 從小就在這個當成大 復興本身是民防管制中心的 民防管制中心的 那我相信可能就是說有很多 包括連國防部的人 到現在可能都還沒有訂過這個單位 因為這個單位已經合併掉了已經很久很久了 那我今天我想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當然我們今天非常讚許 這個國防部他要把這個老舊的這個防塞 拆除掉改建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當然 我的小孩他現在一直建民 就是說在這個福利的這個年齡當中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有看到 剛剛我們的設計師設計出來的這個建築物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建築物是非常的棒 但不過我覺得不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 我提出兩點 第一點 各位在這邊在座的這個男性朋友都當過兵 當然敵人假如說他要砲擊的時候 或者飛彈攻擊的時候 我相信他一定是攻擊人潮 最多的地方跟軍事的重地 但是我想請教的就是 我們的一棟十層樓左右的建築物 有這麼大的平面的一個面積 疏散需要多久時間 國防部 軍方可能當初在營這個案子的人 現在可是已經不在這個位置上 甚至於他都已經不想到轉動 掉到哪個單位去了 不關他的事 好 我們可以了解 中共那邊對台灣一直是不友善 那不友善的情緒之下的話 那我們還要做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建築物 那空軍作戰司令部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是 敵人假如說他要攻擊的話呢 第一個先瘋痕你的空軍 把你空軍作戰司令部毀滅掉了以後的話呢 你的空軍沒有用了 沒有用了 這時候怎麼辦 好 再來第二個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這麼大一個面積的一個大樓 裡面將近剛才看到這個建築室 建築室有講到裡面有1800位的人員 那是不是可以找一個某一棟大樓裡面 1800位的這個辦公人員 在三分鐘之內能不能夠疏散 沒有疏散的話呢 那當然是不是可以修改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建築 我們的建築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50樓左右的話呢 在疏散是最方便的 最方便的 速度是最快的 中共它的飛彈 從第一波的飛彈打進來 只需要三分鐘 我們強調就是這裡 謝謝 下一位 王友芝小姐 各位長官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跟王友芝小姐換位置 我姓梁 我居住三十三 大概十幾年 我是眷吞的第二代 那父親就是在山上不變的老師官長 那小時候記憶中 軍中的建築大概只有三四層樓高 他除了是讓這個建築不要特別突出之外 還有軍事上的考量 那聽父親講過 那個福音去年的山洞 還是日本人開著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 如果他不是人跟自然所產生的景觀 那什麼事呢 如果軍方在前面蓋三棟這麼大 這麼高的建築 是不是我兒時機的依山而居的 這個建築的印象完全被毀滅殆盡 那就是這個部分 那其次剛剛有提到 我們一直在強調105年的文字法公告 依據殘屬山的保存跟管理原則 軍事設施的新增改建 軍事的開發企劃 應該要提出相關的企劃內容進行審議 以不破壞殘屬山的山路的景觀視覺軸線 然後維護風貌的原則 在這麼大的原則之下 蓋這麼大的建築物 不會破壞它的自然風貌嗎 而軍民們也不是完全不讓軍方蓋 只是說今天他能夠 是不是當軍在一開始送這個規劃的時候 把文化景觀考慮進來 因為它是這麼重要的一個國家的建設 在這麼重要的文化景觀上面 然後可以讓軍事跟文化兩者兼得 得到最佳的規劃跟最大的考量點 最後我想用文化的角度做最後的訴求 蠢竹山文化景觀這個區塊 是臺北市目前最具指標性的 範圍面積最大的 保存最完善的也最多元的 然後近年來 沉蒙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還有當地的居民 還有各界的人士 同大量的心力 然後也積極的參與社區的發展 跟規劃 那我們為了就是要給臺北市 留下最後一片溫實的進度 給我們的後代子孫 為了求其他的慎重 麻煩各位的文資委員 用投票的方式來進行施案的表決 以上本人代表陳吉山的軍 謝謝 下一位王永之小姐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居住在柴樹山的居民及租屋部 然後我夫妻也是在公總部 她推出下來的 國防的重要我想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們也不想做與組長一部選擇 因為他是可以堅補的 對我來講他是可以堅補的 因為如果軍方他在去年7月的時候 動股年裡之前 如果軍方在拆除民設之前 如果軍方當時就把這個建案的設計 直接交由 他需要文化警官保存管理的原則 送教文化警來審註的話 大家坐下來討論 我想今天大家都在現場 應該是有個很美滿的結局 所以我個人的覺得 這不是國防的問題 這是一個審議流程的問題 既然文化警定了遊戲規則 我覺得就算是國防 不認為說國防很重要 他就還是應該 任何人都應該去遵循的一個遊戲規則 那如果國防很重要的話 然後因為這個先例而來開的話 那我個人覺得經濟也很重要 如果台客大開 教育也很重要的話 那接下來會有第二個 第三個經濟來作為 來特地來通過的話 那我覺得文化證書 設為這個優惠規則就有利益 是嗎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案子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使用性的 為了請求這個盛重的期待的話 我是希望說大家去做國際的 但是如果國票表情的方式 那這個案子來國防還是一樣 這樣大家可以一起做幹嘛之類的 這是我個人的經濟 謝謝 好 下一位王岳湘小姐 大家好 各位委員好 現在如果說軍方認為 該高我們社會的安全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在南蘇山住了將近50年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住了將近60年 難道這60年來 我們庭外這邊都不安全嗎 不一定是在高樓是為了安全 那我們現在的居民是不是60年來 是不是都屬於不安全的狀態下呢 如果現階段 藉物都已經拆除了 然後才依活 然後才讓你們蓋高樓的話 那這樣可以嗎 我想要請問一下 各國私委員 請你們慎重考慮一下 如果是以投票的方式 來進行這樣子的案子 讓我們的居民 才可以走向我們的文化景觀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觀景觀的地方 謝謝你們 這位貴貴貞耀鼎先生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農老 我是空軍專管制中心 擔接管制官 專領中衛 那目前單位的助理人就是在不群營區 所以想要一點時間跟委員及長官 會想要一點開想 戰術管制中心是空防的第一要線 負責來玩防空識別區內所有軍 民航機的間諜檢視 平常也管制各項戰演訓與搜救任務 在33動物執行是十分清楚的 需要高度的專注力 緊盯我們機械板上的飛機光點 及飛行的危機 不能夠有適合的鬆懈 一旦鬆懈了就可能造成飛行員 在飛行上的危害 甚至讓敵人有機可勝 再加上我們是上班至24小時的輪子 是極度消耗我們的體力跟精神的 所以我們希望下班之後 能有一個好的 測試環境與休閒的空間 但是呢 因為空間不足 在福津區裡面必須要六個人 集在同間行事 連地櫃呢 都必須養成朋友 早就銀色 城市上常有異然及屋頂漏水的這種情況 實在是很難拋好地休息 那國防部照顧官兵生活推動了新案專案 我們在去年9月開始進行 單位呢 也搬線到松子部的臨時餘舍 但目前我們必須每天從松山到公館 周舍網館 提前一個小時上班 然後延後一個小時才能回到寫室休息 更限縮了我們的休息時間 但是為了之後能夠有新的營色 然後好的休息環境 我們暫時的不方便 我們相信都是必須的 最後我想 沒有國防再免疫的景致也將會被湮滅 相信福西營區生活環境的改善 會讓我們更有動力 專屬於在我們的戰訓任務 共同捍衛台南理工更盡一份心理 謝謝大家 開位王沐淳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你們好 我是空勳嗆中心上市嗆嗆王沐淳 我的單位駐地在即將改建的福興無區裡 在這裡我想用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我是105年7月1號到空勳氣氧中心報道 剛開始報道的時候我覺得很納悶 這不是國軍戰略執行的單位嗎 這不是軍團的單位嗎 為什麼建物會這麼的破舊不堪 而這些日子裡我發現了很多漏水必來等等 讓我覺得很心酸 這就是我的工作環境 後來大同部長推動了新安專案 為我們找來了經費還有資源重建 我內心是感謝是欣慰是期待 縱使現在我們要忍受風塵早雲 還要忍受地盤隨時隨地都在折動 還有松山跟公館來回天天這樣子週車倒盾 可是我們願意的 我們願意忍 因為我們相信最後的果實是甜美的 最後我想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在生活安逸 戰士和平 所以才顯得景觀文化 還有兒時機率比國防建設還要重要 不論如何 我代表我們的官兵弟兄姊妹 恆勤委員們 能夠協助我們讓這一次的工程 可以順利動工完工 然後讓我們更加肚立在我們的 和戰訓寶物上 謝謝大家 最後一位台北市大安區學府理理長 李淳麟 敬愛的主任委員 各位委員 以及各位代表 我是大安區學府理的理長 李淳麟 這一段是插播 因為我實在不願意講這句話 我要太宗明義的講 以上那幾位學府理的理名 只是我理念的小撮 不是代表我大安區學府理 大部分的理名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因為我最後一個發言 我聽了那幾位理名的講話 說實在我心有親戚焉 我是在蠶竹山下的幻影新村出生 到現在 我住了六十幾年 我年輕的時候也在通作部工作了12年 所以我今天以雙重身份 有以下三點的想法 跟在座所有的貴賓分享 第一 我蠶竹山的景觀 從105年化病範圍以後 當然非常感謝大家委員的認定 那因為是我們小時候的眷村二代的爸爸 都是空子部的軍人 所以我們才衍生到一山建築的 這個三層的眷村 才有了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跟工作部是密不可分的 幻影新村 所以我一直強調 在網路上我也強調 沒有國沒有家 哪來的文化景觀 那第二點我要講的是 去年7月11號 福星營區開工動土典禮 林全前行政院長林全應營動土 很高興台客大的學務長 公館國校的校長還有我們 都就是說都請我們去參與 我那時候就非常欣慰 因為小時候我兒時記憶 的一個老舊營區終於要改頭幻念 所以我沒有考慮到這麼多 可是今天參加這個審議會我非常的激動 因為我還是要非常感謝 蠶廚山工作室的林品傑 還有所有的工作夥伴 把我們蠶廚山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在撥皮寮那邊 把他化定為台北市唯一的文化景觀 所以我還是非常感謝他 但是我是一個軍人子弟 我的選意裡面就是留著 我必須以國家為重 所以我希望說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要感謝好參數的工作 可是在我還是一個軍人子弟 一直以為國家建設是駕鄰文化景觀 然後國家安全是比我們的view更重要 最後 好 據我所知 最後 軍方真的有釋出相當的誠意跟善意 為的就是雙贏 我的里長真的很尷尬 能雙贏 然後能讓福星園區如期的完工 讓所有的部隊能夠回到控作部 更是將心比心 讓一千八百的軍人 有安全安定的工作環境 畢竟台北市再也找不到 這麼隱蔽這麼優質的軍事基地 所以我也期盼福星園區能如期的完工 台灣真的沒有類好的本錢 謝謝各位 以上發言完畢 除了空軍指揮部及相關單位以外 其他發言登記者請離開到旁邊洗 讓我們進行委員討論 謝謝 謝謝大家的意見表迷著回歸到文治的專業生意 讓看看這次的案子 多如有的 不管你當劍師報告很多 可是真的是不管誰來看 你說符合這個文化警官 符合原來的這些條例 或者原來的這些管理規則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也不是說好 今天 當然我想剛剛瑞瑀這樣講 沒有國內有家 我們當然也很希望 我們能夠在一個安全的房間裡頭可以生活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當然也沒有辦法去反對它 因為已經沒有家人當劍化警官 但是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 就是說就文化警官來講 它的確是造成影響 而且具體來說是西洞建築 今天那個陶威建築師 就是西洞建築它的確打到後面 我不曉得這個有沒有 就是西洞建築的那邊 好 剛才有的 它的確擋到了後面 這個上次已經現暗過的 就是農事所的所設 它的確已經擋到了這一棟 那這一棟目前雖然還沒有經過大會 來確定是不是認為第一次介入 可是因為它已經進入口水 所以它應該是在這裡面前 所以它的確是擋到這一棟 就是它其實已經遮蓋就是有遮蓋子外貌 然後除色習慣的通道 我覺得這個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們就能夠在這個會議記錄裡頭說 它沒有設計這個 好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有點不尊嚴說想要好而已 但是我們其實面對這樣的事實 如果我們今天文化也說真的 我自己也沒有資格去說國防上的這個需求 或者當有那個人眾發言說 三分鐘之內要怎麼輸在這個事情 或者說最後一檔也說 沒有這麼隱蔽的地方可以再次 我聽起來都覺得有點有點矛盾 就是說很隱蔽的地方 該給你寫點的建築 我們聽起來真的是有點矛盾 那所以我覺得其他一般民眾來看 一定跟我一樣有這樣的矛盾 但是我沒有資格去審國防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講清楚 就文化警官來講 它的確是有問題 它的確也會遇到 但是因為基於這個軍事商品的需求 我們沒有辦法來做就職的地方做辦 我覺得這樣說清楚 應該是對於文化警官對我們也會比較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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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兩種問題 我可以詳請教一下 好談的工作室 一個你們的訴求 一邊 叫做 140大會協議 邀請我們的現行 這個工作室 好像我們能不能想 有訓照這個 協議給你們做的現行 沒有工作室 所以我們不知道這件事 第二個 因為他王府現在蓋了這三棟建築 事實上他是在武器寶石區裡面 上一次開會 我也跟軍方提出來示意之後 為什麼三棟建築蓋了 感覺到好像是為了特定目的來做 後來國人當然也讓我們知道這個原因 其實對建築物的配置來講的話 這個案子基本上是一個很讓人家可思 怎麼會建築物散了三棟 那也許是這樣的關係 他對這個警官的控制可能會降低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人主工作室能在這個警官的這樣的 沒有去從這個視覺的部分 沒有從這個公益的角度 甚至於說我今天如果到三棟山上去的話 我看我這個才會成立 是不是跟以前一樣的一個視覺 你只是從底下去看 如果到三棟山上去怎麼樣 會不會影響 這個部分可能 就這個部分就是在做一個說明 以上這兩棟的部分 謝謝 再見 主席 各位委員 旅會的規定 因為我有參加後來的兩次去現場規談 所以雖然不知道剛開始的時候這個登錄 但是我今天看到在105年公告的登錄五個理由 那這個五個理由就是能夠支持這個範圍 能夠被我們登錄為文化期間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五個理由 所以任何開花不要去傷到這五個理由 我覺得它基本上就比較在這裏 它第一個理由是說它有古道 同時也有巨道 就是有風巨的過程 它第二個理由就是在日治時期 因為本區特地的這個地形關係 水溫關係 所以它有一個農事所 這農事所呢 在105年這一次裡面 武化軍定了兩個東西 就是現在在土上有兩個紅色 第三個理由是 它在五六年代冷戰時期的 有這個軍事設施 其實大家不知道就是戰隊上的那一些 還有裡面可能有一些地下通道 第四個理由是說 它有跟它村齒相依的荒民青村 那當然有幾位熱心的市民 他們說他們的上一代就是住在荒民青村裡面 他們是同軍之地 第五個理由是說它這個山就是殘除山 還有一些原始影響 這個是我從105年 它有五個理由 這五個理由使得我們登陸它去換一換 所以今天如果任何建設 包括軍方的建設 如果沒有去商集這五個理由 我們在文之法裡面 我們找到哪一條 可以這個限定它呢 你看這有五個理由非常清楚 那我是覺得熱心的民眾 還有萬民青村的子弟 他們都有感情 哪怕是市民 常常進出公館的人 對這座山也會有感情 這個是感情大家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今天 如果你用這個五個理由來看 任何建設包括民間的建設 以後可能也有民間要在房長 我覺得它只要關商集這五個理由 我們應該基本上應該都可以 這個有考慮的空間 至於說文化景觀 究竟是從空中看還是從地面看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是當高級建設的文字位 覺得現實也有文化景觀 那究竟是從上面看還是從水平看 這個也倒是值得我們研究 如果從上面看就像這張圖像看 那三個ABC房子多高其實無色 因為你從空中看 ABC有多高級無色 但是你如果從水平看的話 那當然它會擋到部分的天氣線 問題是擋到很近的蠶竹山 還有這個東邊的那個蠶竹山 但是它會擋到很遠很遠的聖壽山 或者是福州山 如果這樣子的話那麻煩了 我們如果走到一個點 你還是看了101大樓欸 那麻煩了 所以我記得我上次有一次認為說 按照這個曹建築師 他在現場土星拍了一些照片 他認為有三個點 還有Y字形路口 這幾個比較能常常會駐足的點 讓它能夠有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景觀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沒有辦法那種 那種360度 因為那個根本是自愛男性 所以我個人認為 關於這三個房子它的胖瘦大小 那個還可以再研究 而且它涉及到某些機密 我想我們作為文資委員 我們做不可以撈過去去看 那個問題喔 高低大小 有些時候是 還是什麼 鄰居上裡面都發局的業務 那個什麼 那個town step 都市景觀學院 而不是文化地產裡面的 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喔 有些時候是 是那個 墳場 一個藏場的遺跡 那個是符合文化景觀的地方 藏場的遺跡 那這個時候它根本就是從上空看 你不可以從水平看 水平看的話 那幾乎周圍啊 挨或不拼 什麼房子都不能蓋喔 應該是從空中看 以上我只能其中一個觀點 我們登入他說話 警官有五個理由 大家不妨拿出來看喔 看誰犯的其中一條 我們就有權提出制止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再提 請我們指教您 請各位委員好 還有一位委员代表 那其實我非常贊成 以前老師特別提出的 這個我們是文資委員 其實我們從文化景觀 再看這件事情 那文化景觀 跟一般文化資產 最大的一個不同 其實它包含了蠻多的 自然的元素在中 那所以從這個東西來看的話 剛剛講到的古道也有水俊 是它包含軍事區跟眷區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其實是 它跟周邊產出三十個生態的關係 那我個人覺得從復興營區 現在的狀態 它是可以整建也可以新建 但是在設計上面的配置 我們有沒有看到說去做一些呼應 去反映到這個整個這個國畫機關 或是這個舊脈絡的一個連結 因為它是在這個文化機關區裡面 因為我們從國際上的文化機關的定義 它在講人跟環境的互動這些事情 它透過長時間的理解 有很豐富的人事 地務 時這些元素 那在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是經在非常高的設計裡面 那我的確看到建築師 有新的去降低了一些高度 那是不是還可以再多費一點心力 我覺得這個案子裡面其實不是不能改 而是那個配置跟周邊的那個考量 有沒有去反映我們的那個文化機關 所在意跟需要去關注的這幾個面向 非常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 都不會需要 好 謝謝 其他委員 好 謝謝 按照當初的通告示範 就是有寫這個事情 但是管理原則好像又可以改 那這個改的當就很大的問題出在 就有今天這個期間 那當然之前有夫婦在了解一下 那當然這裡面上次的發言 最重要是在有關點事件的發言 就是我們剛在談報發言之後 就是所有事情最後會有涉及到 南層山的識別體發言的事情 那現在提了 我覺得這張應該是提了4點 那1、2、3點我覺得 將來在操作上把它變成一區就好了 不要再提了解 因為那個1、2、3點的不相反 我覺得將來把它化成一個地區 在這個區裡面 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在看都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不要把現在 不成一個視覺警察區 這個地區呢全部處理 這個會 在高路上暗路散來散去 所以在這裡面能有 柔性狀況再來處理 現在比較麻煩的呢 大概就是那個領官 就是挑出來的 是原理官式 那按照這個原理呢 大概是不可做到 按照新的需求是可以做的 不可做到 那因為我上次有提 這個景觀點 大概我覺得是可以設計的 那要滿足 因為從這裡講 主要是要看得到那個 那個南港 南港五三性的部分 不只是看到這個殘土山 希望它能夠看到 南港五三性 那這個做不到的時候呢 有沒有可能 小者的可能性 就是說 一定要選景觀點四嗎 那我想我們大概 已經做過很多的規劃案 就是任何的要有的 這個制高點 那大家可以去選 這個第一優先 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還是第二優先第三優先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那個因為經過上次開會 我那時候大概也覺得 就是可以嘗試在這個地方 那幾乎我得到 這個南港三的三 然後又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的三 這兩件事 看得特別重要 那另外一種點 特別說做不到呢 那因為這個事情 那這個確實是怎麼做呢 這個事情是很難達成 這個 雖然這個 這個孫建律師這邊的降臨 降臨一些 那這個位置 降臨 但是我也承認它是一個 比較公共性的位置 在過去的歷史的意義上 那如果做不到 然後我們在別的地方 也是個制高點 它可以上來 承認你這些點 我們也可以選這一點 去看 去看這些所有的 那個 南港三西的山 這大概是我的看法 所以有沒有嘗試可能選擇第二件 第二件 第二件是可以 經過設計的方式 來提這個位置 好 謝謝 其他委員 我回應一下當然我稱 李老師剛才談的 就是都市設計審議 本案都市設計審議在上個行程也是 進大會審查 是修正後通過 他整個的過程當中 都發局也邀請了文資委員 蘇英明蘇老師 列席也提供了相當的意見 在過程當中 的確剛才李老師說的 105年的這個五個要點 有被討論 就是這裡面其實很清楚的看到 蟬除山的價值是他整個部落裡面的重點 然後李老師講得很清楚 這個五個原則 如果他有侵犯到這五個原則 當然本案就要提出來討論 就是上個星期四的會議的結論是修正後通過 整個議題 都市設計審議員也都討論過了 以上 好 謝謝 議長委員 是這樣的 我想這樣的案件其實在過去 很多次文資委員都碰到 那基本上其實我想 最後如果有結果的話 但不是絕對不是相對 那我想這也是 文資審議現在一方面開放給所有 所謂stakeholder發展 二方面我想文資委員的背景 也是中和的 那目的就是說 站在這個文資保存的角度上 又希望說不管是城市的發展 或國防建設或能夠順利往前推行 所以有這個極致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大陸行業區其實就是一個黑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也就是說國防這個事情 以前是有關國家的重大的軍事建設 事實上一代市政是沒有自主之地 那我們今天看這個案子的時候 的確就是說因為現況不是很好 然後軍方也 我認為是從善如流提出一些規劃 然後去來跟不管是故事設立審議 和文化資產生意去希望滿足這個 三處三個文化的學景 所以這樣一個被引擋 當然第一個也呼應這個 也相當老實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這邊其實 我們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管 都會管 而是就是說文化主觀 這部分 我們的有所本是什麼 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我的引擎 那這樣方面 其實剛剛有些爭論就是 好像這個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 我們就可以直闖內部 可以去看它裡面的軍事需求等等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來講 只是想要把握的態度 我還是認為國防這一塊 還不是私人的開發 是有關國家的一個重大的一個機構 它對軍事建設的需求 怎麼樣做 怎麼樣會可以達到它的功能 就是說我想從我們老百姓 其實它會可以有些意見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應該不是在我們私人當中 我個人認為 那所以我剛剛開始講 就是說我們潘朵這些審議 有些人爭議的 其實就兩個論點 第一個 當我了解現在國防的用力 不是像以前一樣一個空白就完 它是呈現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的 對都市空間 城鎮空間的進步 大家都可以來討論 因此有所謂文化警官的一些干嘛 相當 那第二個就是 它這個營區在這裡的話 那它未來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還是 尊敬的五點來討論 第二個就是我還是認為說 因為國防是國家重要的一個支柱 它應該有所謂的一些判斷跟決策 我也不認為就是說 國防之戰 誰也可以去建議說 國防部隊的影響應該這樣做 甚至提醒它說 為什麼不來愛的春花地下等等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看這個空間環境的時候 我都希望它不存在 或者是 不管是懷舊的情擺 或者說新的三國地 都是一個相比例一樣 這個是非常美好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可是看來現在這個狀況 國防部隊的需求 或者說它現在的提案 大概沒有辦法要做 那我自己 剛剛講類理很多 我們都市其他案例 然後我們碰到這些審議 碰到私人在罷市 我就認為他們有一定的權益 那國防部雖然不是私人 不過他的責任可能更重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個人來講 應該不要輕負這一塊 認為說 他也可以就是under所有的 這個 欺品跟質疊 去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講完以後 我當然還是 站在文子委員的角度上 當然希望說 國防部因為 已經恨 天大現在的民主潮流 酸是一個軍事的行李中心 也通過建築師的設計 想要跟旁邊的環境 住民鬥爭 我覺得真的好 那也就是說 是我的建議 那不是說 就是絕對的 就是說 如果是可以建議的話 真相不好說 就是說重新檢視一下 他的空間結構 然後去到 那個樓盤的高度 是不是一定要很高 那佩茲現在 大概三洞 好像是有他的必要性 就是把一些外空間集中在一起 那他有沒有可能 好像有些比較碎化的狀況 最後就是 就是 既然是軍事的建築 我是認為 這樣已經存在了 但 一旦這樣 我們大概 就會 猜測他們存在 其實那個 他的外體 皮層 或皮層 應該 更先輩 更素揚 然後才能夠 加速三個輩子 這樣 然後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委員 一般蔡老師 剛剛的發言 我必須要做 進一步的 延伸的發表意見 上個星期四的都審 都審之前 都發局 有收到國防部的正式公文 事實上 都審 有史以來 第一次收到這樣的公文 要求在審議時 必須媒體旁定區進口 都發局尊重 所以當天的過程是這樣 也因為如此 其實軍方對設計的辯證非常清楚 包含量體為何如此 面積為何如此 曾經降低高度 今天整個設計的範圍 所以國防部有清楚的說明這個設計 所以當天的都審委員都了解這個量體的緣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但是當天確實清楚的有開放發表意見的民眾 民眾也都發表了意見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這個案子的背景 因為它是特種建築 它的建造不是建管組合法 它是國防部自行合法 它是特種建築 到都審 到文資 是尊重地方政府 找它相關的程序 所以整個來講 的確如蔡老師 蔡元朗蔡委員剛才說的 上個星期四的審查 都審委員們有一一的詢問國防部 所以國防部以及設計建築師對這個建築的量體 都有清楚的說明 以上 其他委員 哪也沒有指教 沒有 我還是房市 你是 我是文化局委辦公司常委員 我补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因為剛剛李老師有特別強調這五原則的部分 那回到剛剛的春建公司的簡報裡面 但我不需要強調的點 就是說 原來設定這個生態區的時候 它其實是 研究的顯示是 這個生態區跟台大這個 它的一個環境 特別是它的種源提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空間 那因為這樣 所以剛剛那個 建築師在提到它的一個未來的一個景觀的構想的時候 強調它會用 桑樹精子 作為一個主要的一個景觀的元素 這個大概是一個非常大的謬誤 因為過去那個殘改廠的一個 它的一個商業的種子 其實是在現在的十大分布 所以在這邊的一個景觀環境設計 其實強調的是 如何透過一個比較生態多樣性的一個設定 能夠讓這個過去 因為它比較低壓的狀態下 能夠讓那個 總圓能夠維持到台大這樣子的一個路徑 比較多斷掉 這大概是我要去說明的一個論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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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